這個也是一樣 基本上我們有三個格式 CSV 然後再來Jetson 再來Example 其實都做一樣的事情 就是怎麼樣把它抓下來 那抓下來當然你可以半手動跟全自動 一個半手動就是你點下去 看到格式 你可以把它當檔案處理 不過把它當檔案處理的缺點就是 每一次你都要再點一下 變成說你每一次都要點花 另外一種方式是用Request 直接就是抓取上面的資料 然後 然後再來的話利用它抓取下來的資料 去做後續的處理 那首先接下來我們來看Jetson 點下去之後你會發現 它背後的話呢 不像剛剛那個CSV 它是下載一個檔 因為它連接的話就連接 成為一個網頁 那這個網頁內容有點像串流 有點像你把水龍頭打開 東西就有水出來 東西就出來了 那你會發現 它的結構 可能你還是要慢慢習慣看懂它的結構 那前面的話呢 你會想說這個Jetson到底有沒有跟那個 之前我們學的有沒有差別呢 其實你會發現第一個 中瓜湖開頭 中瓜湖開頭 那我們怎麼可以把它當串列嘛 有沒有串列就中瓜湖 第二裡面串列裡面放什麼呢 頭在這裡 大瓜湖位置 尾巴在哪裡呢 尾巴在這裡 有沒有 那實際上就是串列裡面放了一個什麼 放一個字典 OK 所以基本上的話以這個Jetson來看 他就是串列 裡面放一個一個的字典 那之前我們有做過那個 excuse many 是串列裡面 放串列 有印象嗎 中瓜湖裡面有中瓜湖 有沒有 這個是中瓜湖裡面有大瓜湖 那大瓜湖就當一筆一筆的資料 也就是說以前我們在中瓜湖裡面 可能就是放什麼 放字串 豆點 字串 豆點 那現在的話呢是放什麼 放一整個字典 放在這裡 字典 OK 所以你必須怎麼做呢 第一個 你要先把那個 這個字串先丟到一個字串變數裡面 第二個的話呢 再把它 把這個字串裡面的每一筆資料 把它抓出來 可是抓出來的話呢 你特別注意 抓出來就是一個字典 那如果這個字典 Dishman還記得吧 字典的話 我們有好幾種做法 那我的習慣是怎麼樣 把它的什麼呢 Key跟Value 把它怎麼樣 分開來 這個是Key 這個是Value 那我可以用那個List的轉型 把 其實主要我們要抓什麼 抓後面的東西 就是它的Value 所以我把它的Value抓出來 再Print就OK了 OK 所以我們先試一遍 那我們一樣分兩階段 第一階段把這個檔案下載 按右鍵 這邊有個什麼 另存新檔有沒有 那我就把這個檔案 存到低疊底下的這個 叫PM25 的一個Json檔 把它儲存 那我剛剛已經存過了 它已經放到那個 我的根目底下 那按右鍵你當然可以用 NodePay加加看一下 其實NodePay加加打開之後 如果它沒有折行 你可以檢視自動 自動換行一下 另外的話一樣 這個中瓜弧在這裡 那 尾巴在這裡 另外第一個中瓜弧在這裡 第一個那個大瓜弧 尾巴在這裡 你會發現 如果我游標選它的開頭 有沒有 它的尾巴就亮起來 有沒有 另外的話 如果你選 同樣的Key 它理論上應該會自己跳出來 不過是這沒有 一個Key 然後中間冒號 一個Value KeyValue 這樣的架構 如果我只要後面的這個 輪背 KeyValue 豆點 雲林線 然後呢 47 時間 跟那個 Item的 就是它的單位的話 一個一個幫我抓 可是要怎麼做 當然首先的話 我們要學會怎麼開檔 那開檔的話 我已經把檔案先下載到我的根目低碟底下 所以我就F open 然後跟它講說在低碟底下有一個Json 用R模式 那並且看一下它是不是UTU8 所以做法一樣 所以 按右鍵 也許你什麼 開啟檔案的話呢 用什麼 用那個 記事本好了 因為記事本比較可以知道說它到底哪一種形態 那裡面的話呢 記事本 OK 確定一下 然後另存新檔 理論上應該是UTU8 沒錯 OK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把它Open Open起來之後的話呢 另外呢 我就把資料呢 直接丟給那個 整個讀出來 那整個怎麼讀出來呢 我用 一樣 F read 不過特別注意哦 外面如果說呢 我今天 假如呢 要把它變成一個串列的話 我底下這個地方先不要print 你會發現如果說我今天呢 把它print了什麼呢 print了它裡面的東西 那我基本上用Type好了 Type就是它的資料形態 錄得過來的話 前面這個list1 它會是什麼形態呢 所以它會自串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 要的是一個list的話 特別注意哦 你可以什麼 把那個我前面講過 你可以加一個eValue 這個eValue的意思哦 有點像是說 它 外面有那個雙引號 然後裡面是中國阿虎 如果你要把外面這個 雙引號拿掉 留下裡面的東西的話 你也可以用這個eValue去做哦 那eValue之前本來是 把什麼 把那個字串轉為數字嘛 其實 我看了一些官方說法 它的意思好像就意思就是 它只是幫你把外面的那個 雙引號拿掉 變成裡面的那個形態就會 凸顯出來 就是意思如果它裡面放數字的話 那它等於就轉型 那如果裡面放的是 list的話 一樣可以幫你轉型哦 OK 所以我把它轉型之後 用一個eValue 把外面的那個算號拿掉 把它Type出來看一下 你會發現這個變成list OK 有這個作用哦 不然的話有些同學會問說 老師你為什麼加一個eValue 主要原因在這裡 那我知道它是一個串列之後的話 那我就可以 透過這個串列做什麼呢 再去 把它的資料帶出來 那我先print它的那個什麼 它的欄位名稱 那我總共會有需要 把前四個欄位啦 最後那個單位不用啦 單位的話 維克那個不需要 所以我最後一欄不要 那我就策在名稱 Table 然後Table 然後最後是建設日期 接下來我怎麼樣把它全部爬出來 第一個 我剛剛講過 我們可以用什麼 For each list 應該是for each字典 有沒有 它其實裡面呢 就是一個一個的字典 一個 一個的字典 那把這每一個每一個字典 通通都讀過來 那讀過來之後的話呢 我只需要什麼呢 我如果只需要 這個我前面好像有寫過類似 因為這個是Key嘛 這個是Value 那Key實際上有點像欄位名稱 那我不要 我只要Value部分 那我可以怎麼做呢 我們前面好像有講過 我們可以用一個那個List的Value 在前面接 把這個Dictionary這個字典裡面的Value 點Value 點Value 有沒有 如果你要Key的話就來個名稱 你就點Key實 然後轉到前面去 記得外面一定要包一個List 因為 它要轉型 就是把字典裡面的 等於是Value部分 把它轉出變成一個那個串列 這個應該有印象 我們之前有做過練習 而且還有做 國文 英文 數學有沒有 你當然可以切成 好幾個串列 或者用三個字典去接 OK 我們有做這個練習 如果你忘記差不多 你回去再看看 其實Jason 你不用把他當新的 他基本上就是字典就對了 OK 你也不要說 老師又多學了 其實沒有 本來就都一樣的東西 只是說把外部東西讀進來而已 然後最後的話 我們把它Print 出去 那Print 什麼呢 我把它讀到 那個字典之後的話 基本上就是 一 二 三 後面的數字 四 四個東西 四個東西 我就分別怎麼樣 把它Print 出來 所以 第一欄就 0 1 2 3 然後分別把它中間加 Tab 把它Format 0 1 2 3 最後第五欄我不要了 所以把它輸出 這樣的話就把它Print 出去 輸出看看 結果 各位可以看到有沒有 你會發現 這個就是目前 我剛剛從網路上撈下來的 那目前的那個 其實PM2.5的濃度 大概越低越好 那你可以看到 今天濃度應該算低的 因為我都看到都破百 高雄 像什麼 零原地區 哇 一百多 那今天的話看起來 應該是 還可以啦 還有88的 哇 這也是蠻 宜蘭的話可能都比較低 三重 北部好像都還OK 那這個是我在 今天中午的時間把它抓下來的 然後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抓到這個資料之後的話 另外當然我們要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從網路上直接 因為我們變成剛剛做法有點 比較麻煩 因為你每一次都要在下載 然後再去開檔 下載再開檔 當然如果說你要一次就OK的話 基本上你可以直接 拿我們之前講的就是說 下載檔案的方法 下載檔案的方法的話 基本上跟剛剛那個基本上一樣 前面的話呢 我們就是加什麼 下載 import request 有沒有 然後把它的網址 放在那個get後面 OK 一個字串 然後encoding的話 當然也是ut28 然後面的話一樣用eValue 把它轉到一個list1裡面去 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就這四行 我把它改到哪裡呢 這兩行 所以兩行 然後把它mark掉 注解掉 然後放到它的下面 這邊 OK 我把它貼上 這樣子 所以本來兩行的 我把它變 四行 其實也沒有多什麼 頂多就是一個import 然後encoding 所以你會發現它其實把它拆成兩行而已 最後的話呢 回來東西一樣放在test裡面 eValue 把它怎麼樣 一樣丟到一個list1裡面 所以其實我這邊 刻意是把它寫成一樣 因為這樣你們比較好理解 而且以後的話 說真的 剪剪貼貼也可以吧 好 你不要貼錯 貼你要知道為什麼貼 貼這樣子 有沒有 馬上可以改變 網 開檔馬上可以變成網路下載 看你是哪一種來源 就改一下就好了 OK 所以把它執行一下 理論上應該看到結果也是會是一樣的 只是時間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剛剛我是下載 下載會有時間差 那如果現在的話 看有沒有更新 不過當然你用那種 這種 文字式的 當然還是沒有那種圖表式的 所以未來 我們今天應該時間上可能來不及 所以 如果你們有興趣把它畫圖表的話 請各位參考那個 第十二個單元 這邊有個圖表繪製 那其實也不難 就是有點像eSale裡面畫圖 eSale很簡單 插入圖表 自動找到範圍 自動變一個圖出來 其實道理是一樣 只是說你要變成程式語法 那我這邊的話 是把那個證照考題的解答 放在這邊 如果你要做這種 你就看一下程式怎麼寫 這個就是考試題 你準備考試 順便學會畫圖 那以後的話 一執行 圖表就出來 而且它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 它可以幫你Safe Safe這個圖表 到哪裡 如果你甚至可以寫成 自動畫執行 每一段時間自動 它每一段時間自動畫圖 然後自動幫你存檔 存檔的話 甚至你可以自動寄 沒有給某個人 或者是什麼 反正就是 可以再把這個圖表 看做什麼用途 或者是說 有警報的時候 自動在傳圖給那個人 你這個已經 庫存太低了 趕快 有沒有 或者是等等的 訊息就是給他一個 Alan 這邊的話 也許 如果有興趣同學 像 這邊好幾個圖 畫這種圖怎麼畫 然後畫這種圖怎麼畫 這種 這兩個圖怎麼畫 可以放兩個圖 還有畫這種圖 真的蠻一般的 怎麼畫 諸如此類的 如果你對於畫圖 有興趣的話 當然你們R應該有做 R畫圖應該是最漂亮的 可是它在畫圖上很強 但是其他地方 你也不能只有一個地方強 所以你也兩邊可以搭配 我是覺得 如果你是畫的圖沒有那麼漂亮 大概這些圖夠的話 你就可以把這些大概K一下 你就把它補上 所以以後的話 出 出現的東西 那就會是一個圖 這樣會更完美 所以剛剛的部分主要 我們就講了兩個部分 一個是 如果你要開檔的話 用這個方法 重點可能這邊 要加一個eValue OK 那如果說 你覺得說 老師這樣eValue好像有點麻煩 有沒有更 一般性的寫法 其實另外一個寫法 就是說 可能網路上或者是說 一般書籍 他會input一個json OK 那input這個json的話 跟開啟檔案結果會一樣 只是說 如果你要用比較常見的方法的話 就是 這邊可能要 如果你要用那個 json的話 可能就是變要三行 然後 input的json 多這個 那我們本來開檔這個也是一模一樣 差別在哪裡呢 本來我們是用read 有沒有 把它改成json的load 把這個f的物件給他 他會幫你load 所以你點下去有沒有 他有個load 還有個o 那load有分兩種 很特別喔 Python我覺得蠻有趣的 它有load跟loads 有沒有 那read 有read 有read 跟 realize 很多地方都有加複数的 這有趣 那到底應該是一樣 如果說你有load 很多個 很多個 那你可以用loads 但一般的話用load就可以了 把這個f放進來 他一樣的話 會用json 的這個模組 幫你把東西load進來 我要執行看一下 要不OK 也OK 所以至於寫哪一種 我看都可以 但是你千萬不要每一種都會 但是每一種 最後不知道哪一種 就寫不出一種 那就麻煩了 反正至少 像我的習慣 我就 因為有時候要 選就選最短的 最短的話 當然要這要三行 那也知道就是 最短的就是這個 對不對 就兩行就搞定了 而且不用improjson 這樣的話 不過你們可以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所以剛剛主要 我們介紹了有開檔 所以第一個 也許你用另存的方法 然後試試看 如果可以的話 盡量用你自己口語 可以把它程式打出來是更好 然後第二個的話也是一樣下載 那開檔的話 我這邊有介紹兩種方法 一個是我們原來的寫法 另外一種是 用improjson 因為為什麼要特別介紹 因為證照考試裡面 他都不用我們兩行的寫法 他都會用 剛剛用json的寫法 書裡面大部分也用json的寫法 那可能有同學就會confuse說 老師那怎麼 你講這樣子 書上是講那樣子 到底哪樣是對的 其實也都對 只是說你要自己挑一個吧 你不要 就是變成說 你 也不見得全部都學了 最重要是 你要知道你一個主要的 另外的就是說備用的 如果第一個方法行不通的話 那你至少還有第二個方法 所以這邊請各位試一下 開檔 跟 這個下載 直接下載 那張螞蟻最後呢 如果你要把它轉成成一個CSV檔 提供給 這個excel去開啟的話 那做法也很簡單 兩行程式嘛 把它write出去就好了 不過write出去也是一樣 會有同樣的問題 就是說 我們剛剛寫兩行 可是如果說 一般的書裡面或證照考試 它會import一個CSV的模組 它就寫很多行 那可不可以 結果一不一樣 結果一模一樣 只是說你用的模組不同而已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不然很多同學會 容易覺得 奇怪怎麼 怎麼又有不一樣的寫法 不一樣的寫法是正常 但是 盡量你要挑一個是 你比較好記的 那麼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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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